Hello大家好 那最近元宇宙概念是越来越热 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多家公司呢 都在积极布局 或者说投资这个发展趋势 其中就包括了像Facebook 腾讯这样的巨头公司 而Cassie Wood Ark基金呢 也在他们2021年的年度投资报告中 提出了15个宏大而且前景广阔的投资主题 其中之一呢 就是由虚拟世界连接而成的元宇宙的概念 但其实啊 有一只股票我们之前有分析过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元宇宙的第一股 那就是Roblox 正好呢 在本周他们发布了最新的财报 那我们可以结合财报 来看一看 这只今年三月份才刚刚上市的元宇宙概念第一股 现在的投资前景到底怎么样 为您打开全新视野 关注背后逻辑 欢迎收看FXKLUB阿卫视 大家好 我是陈薇 开始之前 如果各位朋友还没有订阅我的节目 可以订阅一下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更新通知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2021年3月10日的时候呢 作为元宇宙的概念股 沙盒游戏平台Roblox 是以直接上市的方式登陆了纽交所 那上市首日市值就突破了400亿美元 元宇宙概念第一股的Roblox呢 是全球UGC游戏创作平台以及互动社区 由客户端创作平台以及云架构三个组件构成的一个生态闭环 那作为大型多人在线游戏的创作平台呢 Roblox创立于2004年以创造和迷你游戏为核心 提供面向用户的3D数字世界的客户端 面向开发者的Roblox Studio工具集以及Roblox云服务 使玩家和开发者呢可以尽情的在虚拟世界中游玩禁忌社交 那并在过去的两年内是分离整个北美青少年的游戏市场 那他们的业务模型啊有两个关键的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游戏平台 开发人员和游戏玩家呢可以在平台上创造游戏和玩游戏 这是完全不同的体验 那借助了Roblox的工具 即使是儿童也可以使用类似于乐高积木这样的形式 而不是通过一些复杂的代码就能够去轻松的创建游戏 以及改建游戏 那因此呢更加丰富的体验可以吸引到新用户并保留到老用户 那开发人员的增加同样也会带来更多的玩家 两者是相辅相成 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了 那另一部分就是Roblox带有很强的社交属性 他们正在打造一个完整的虚拟世界 可以和亲友一起享受网上的时光 而用户呢即便不花钱也可以在Roblox上玩大多数的游戏 增加了获得更多用户的机会 当然了内构的模式呢必然是存在的 那这就有了初步的元宇宙的概念了 那用户画像方面啊 在年龄结构上Roblox平台用户呢是相对年轻化的 可以说这也是他们的优势 在整个2020年的时候呢 13岁以下的用户占比是高达了54% 尽管呢13岁以上用户的比重在不断的增加 但最新公布的第二季度的财报显示 13岁以下用户的占比依然是高达49.8%的 那开发者方面啊 与其他游戏平台相比 Roblox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户既是开发者 2020年的时候 他们的活跃开发者规模是超过了800万人 而Roblox向开发者分成规模的不断增长 也体现出了开发者规模增长的趋势 那在游戏方面啊 他们的游戏产品是在不断丰富的 优质的游戏热度也比较高 可以看出线上虚拟社交完整度和拟真度的提升呢 是吸引大量年轻用户 和有别于其他社交模式的一个独特场景 那加上背靠着元宇宙的概念 未来Roblox的发展前景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想象空间的 那正好他们公布了最新的财报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现在财报中展现出来的经营情况 那第二季度中啊 虽然说他们的收入保持了强劲的增长 但依然是存在着1.4亿美元的净亏损 表现的是不如预期的 未能改变连亏14个季度的惨淡局面了 不过对于现阶段的Roblox而言呢 其实亏损与否呢并不是最重要的 关键的还在于他们的预定收入和用户的活跃度 也是资本愿意为他们买单的主要因素 那么我们看一看第二个季度中 Roblox预定收入和用户的活跃度表现又是如何呢 第二季度中啊 他们的预定收入是达到了6.7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35% 先解释一下什么是Roblox预定收入 也就是说他们财报中 Bookings这个数据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Roblox内有一个自行搭建的虚拟的经济体系 游戏玩家花钱去购买虚拟的货币Roblox 那并在游戏中呢通过这种Roblox进行一个交易 购买皮肤啊游戏工具啊 也就是普通游戏平台中我们所谓的课金了 那不同之处在于啊 Roblox卖出了这些游戏货币之后呢 会按一定比例反给游戏内容的创作者和开发者 而且呢他们也能够兑换成现实世界中的货币 那预定收入也就是他们财报中的Bookings这个数据 指的就是Roblox通过出售游戏货币赚取的收入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 我们通常买了游戏货币之后 不一定马上就会花完 有些时候呢可能要等到下个季度 甚至再后面一个季度才会逐步的花完 而如果要等到下个季度才会花完的话 那就意味着这部分带来的收入是需要延迟确认的 这个有点类似于什么呢 就像于游乐园的门票 还有就是飞机的预定机票等等 不过呢预定收入如果能够强劲增长的话 是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判断他们未来实际收入的表现的 而且呢预定收入也是能够在亏损的情况下 有效的去改善公司现金流 这对于这类公司是一个很有用的指标 那这里就可以提一下 也正是因为这种预定收入的存在 尽管Roblox亏损依然比较严重 但是呢这就能够帮助Roblox 一直保持着正的自由现金流 这一点呢也是难能可贵的 属于是当前互联网公司亏损分潮下不断烧钱的一股清流了 也是公司估值中有利的一个影响因素 需要投资者特别注意一下 那考虑到这次的财报啊 和去年同期都是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 因此呢同比的数据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那我们看一下 与去年第二个季度相比 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预定收入以外呢 另外一个重要数据呢 就是日均活跃用户数 也就是说他们的日活用户是同比增加了29% 而同时呢在平台上花费的时间长度呢 也是增长了13% 这些对于这类游戏公司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指标了 也能看出啊 Roblox整体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那近两年来 Roblox日活用户从未出现过下滑 2021年的第二季度也是如此 而增长用户来源与此前呢 基本上是一样的 主要是来自于美国和加拿大以外地区以及13岁以上的用户激增 不过这里要多说一句了 就是对于财报中展现出来的这个13岁以上的用户激增这个趋势呢 其实市场多空双方的看法分歧还是挺大的 那多头的看法是这样的 Roblox在打破年龄的一个限制 扩大他们的用户群体的范围 这对于他们未来的增长是有好处的 但是空头的看法则认为 Roblox为了保持增长 正在努力的去瞄准大零用户 但是呢 现在认为的是 Roblox的游戏在13岁以上的群体中 似乎依然缺乏竞争力 无法满足增长的序期 那从增长途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啊 最大优势的13岁以下的群体增长已经开始放缓了 而13岁以上的增速呢 也出现了某种程度上放缓的迹象 这就引发了部分投资者的担心了 这是他们股价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另外虽然年轻用户的平台沉浸度比较高 付费水平和付费意愿是在持续增长 这在刚刚我们提到用户时长增加的时候呢 是得到了一个体现 但是有一个关键的指标 那就是ABPDAU 也就是日活用户平均预定收入 大概就是每个日活用户购买的游戏币花费的金额 这已经连续第二个季度出现下滑了 第二个季度中已经下降到了15.41美元 那去年第四季度中曾经触及到17.30美元的高位 这就同样引起了部分投资者的担心了 这些都是目前公司财报中体现出来的运营压力 但最后还是要提到的是 Roblox目前的远期市盈率是接近100倍的 市销率也是超过了40倍的 另外根据他们未来五年收入增长预期 计算出来的合理股价呢 虽然比之前有所上升但依然只有大约60美元的样子 所以眼下以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Roblox这只股票依然会面临着今年以来 估值比较贵的股票通常都会面对的风险和挑战 那再加上直接上市不存在禁售期的问题 过去几个月内当股价在80美元以上的时候 就会出现不少的内部人士的抛售 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去影响他们的投资信心 那总结一下 整体而言 Roblox在蓬勃发展的元宇宙市场中处于领先地位 这得益于他们的先发优势和规模以及技术投资 还有就是国际增长和向垂直领域的扩张 那尽管来自其他游戏开发商 社交网络和其他公司的竞争呢是日趋激烈的 但是未来几年内 Roblox的销售增长和引力能力 至少可以达到甚至可能会超过市场的普遍预期 那随着经济的重新开放 疫情隔离措施的放松 公司的增长呢可能会在两年后呢逐步降温 但在2022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呢 还将保持在20%或以上的增长水平 这将有助于缩小Roblox 与大型的游戏和互联网同行的估值差距 因此呢这家公司的投资前景呢 长期来说呢是谨慎看多的 但是短期内呢 至少在年底前他们的投资风险都会比较大 所以我会觉得啊从Roblox目前的风险回报比来看 并不适合稳妥的投资者 那这部分投资者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等待形势明朗后再做打算 但如果是追求更高回报 又能够承受较高风险的投资者 这是一支可以提前布局的成长股 如果他们的股价能够回撤到60美元附近的话 我会觉得就是不错的机会 但最好呢还是用小仓位建仓 趋势出来后再逐步加仓 这在当前的环境下会比较安全一些 那技术面看的话 目前股价呢正在测试50日均线和100日均线 组成的这个窄幅区间 那如果有朋友真的感兴趣 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这里的突破情况 将有助于我们判断下一步的股价走势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那元宇宙概念呢相信会越来越火热 那这也会有更多的公司呢入场布局 因此呢投资者是可以多留意一下 这条赛道的发展变化 我也会保持关注遇到有价值的内容呢 也会及时的和更多的去和大家分享 那希望今天这些内容能够给您带来有价值的参考和启发 那如果您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愿意和大家分享的话呢 也是非常欢迎在底下留言评论的 那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更新通知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祝各位投资顺利健康平安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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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